按摩店的老闆跟她說 你不做按摩,你回家吃吧 我們都要有人讓步驟去走才行 現在香港是沒有人讓步驟去走 我們出發吧 我們出發吧 我學了 斷斷續續的就是2016年開始學的 我是嚴重弱視的 其實我還有少少肝感 味道都黑了 你不說話,我已經看不到你這個人了 我現在都在做按摩 都有一些日子,我會有公開我也開工 今天的商場很容易罵 會不會都疏了? 就是那些商場很容易罵 那個老闆買東西 今天比較靜 你會不會有公開的 差不多十幾年前 阿兆龍突然之間盲了 其實我和阿兆龍是很老友的 我去很多旅行 他都不敢主動告訴我 我就一直在內心想 有什麼可以幫到一些盲人 比較長遠一點的 那我自己本身都是 就是Wildiness和Conductor 還有我做了深江學校都幾年的 音樂的比賽評判 那我都以為 他們應該很有出路 音樂方面 原來不是 就是沒有 沒有任何機構幫他們 很有系統地考 皇家音樂學院 或者Trinity那些專業的事 於是他就算 我們看到他們表面很風光 其實是內裡滄桑 為什麼呢? 每樣東西都有演出的 體育也有 音樂也有 唱歌也有 什麼都有 搶龍船也有試過 但原來那樣東西 都不是真的 career development 只有一個出路 就是做按摩而已 我們飯都沒得吃 魚背落 是很辛酸的 我聽這些話 很多 好 預備 1 2 3 4 大聲音 1 2 3 4 1 2 3 4 剛才那首歌 你預約我 可能是幾個星期左右 Tim Sir準備了一些譜 有人會拉給我聽 我會找了一些音 之後 就去拉 背了整個樂譜 拉出來 我們去演奏的時候 其實是想 人們去聽我們 去看我們 不是去 他覺得是聽一個 盲人去演奏 我第一年成立這個樂譜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 丟了六十七萬 香港的經濟有影響的時候 其實又少了很多人的捐款 基本上是零 捐款 我告訴你 那就變得很難可以 survive到下去 因為這個疫情 開始了之後 很多學校停課 停學 postpone了一些樂器班 似乎很多導師 已經不夠維生 即是愛莫能助 跟我說的 Tim Sir 我都很想去做演奏 但是我家裡 兒子、兒子、老婆 原來我真的不能夠繼續 這樣 所以是很 很悲哀的